女子雙手合十在教堂里虔诚祈祷 在她面前的不是历史上的宗教圣人像 而是一个青少年图像 这名女子信奉的是2006年 因为白血病去世 得年仅15岁的意大利青年阿库蒂斯 她已经被天主教教会批准 将成为第一位迁徙圣人 这名天才少年曾架设网站 记录世界各地发生的奇迹 而在阿库蒂斯丰盛的过程中 教会也认证他的两个奇迹 另一个奇迹则是一名来自哥斯大利家的母亲 她在阿库蒂斯的目前祈祷后 让她从脚踏车摔下 头部受创的女儿 奇迹康复 CN指出在天主教会被封盛 通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但阿库蒂斯的封盛过程进展神速 为了就是要与年轻网路世代连结 这名少年喜欢超级玛利欧 与精灵 宝可梦等电玩 被描绘成穿T恤 牛仔裤 运动鞋的当代年轻人形象 使他在天主教青年团体中 很受欢迎 阿库蒂斯的丰盛仪式 可能会在明年天主教会的 庆典期间举行 到时候将有上千万信徒 见证阿库蒂斯成为圣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